就是匯款證明書 然後它的售款地區的區別呢 是馬來西亞 這邊都寫得非常清楚 這個就是我的匯款收據 就是匯款出去的收據 總共是美金二十二萬 我真的沒有必要去 為了這個流量去造假 我覺得真偽這件事 好 對不起 我有點難過 因為我沒有想到會有人 去懷疑這件事的真偽啦 昨天呢 我才上傳完 被詐騙的影片嘛 然後收到非常多的關心 那留言裡面呢有幾點 我覺得我可能要特別的整理出來 然後回應給網友們 第一個是有人說 很強居然被騙了 居然影片能做得不錯 然後很有效果啊 或者是說中間這一段 怎麼還笑得出來 就是有人說 因為唬爛當然笑得出來 或是一切都套路 然後演技有夠爛啊 被騙六百 還有心情拍片 騙流量也不用這樣騙 還有像這種什麼 這是節目企劃嗎 不知道是真是假 因為很多網紅喜歡 這樣子騙流量 就是像這樣的留言呢 我一定要澄清 因為說真的拍這一支影片呢 我覺得算是滿意外的 所以我今天 我把資料都準備好 就是給大家看 那就有人講說 那你就拿匯款單出來啊 不是說你說六百就六百 我也可以說六千啊 我不只拿匯款單 我還拿我的存折本出來 這個就是存了好幾年定存 然後解掉 然後把它轉成台幣的賬本 然後再來這就是外幣的帳本 然後裡面就很單純就是 匯出就這樣子 一筆匯出 然後 然後匯款單 你要的匯款單在這邊 就是匯款證明書 然後它的售款地區的區別呢 是馬來西亞 這邊都寫得非常清楚 這個就是我的匯款收據 就是匯款出去的收據 總共是 美金二十二萬 那我想這樣子應該是 滿確定就是 這件事是有發生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特別聲明 是因為 第一個 我的頻道其實剛開始經營 所以我非常珍惜 我絕對不會想要用 如果有稍微看了我其他影片 就知道說 其實我是做房地產的YouTuber嘛 房地產還是相對專業 知識型的 在這支影片要放出之前 我也真的想過非常多次 要不要做這支影片 因為這涉及到 會不會被貼上一些標籤 像是蠢啊 或者是貪心這樣偏負面的標籤 那其實對於我的頻道 知識型的這個形象會 不是那麼好 所以說我真的沒有必要去 為了這個流量去造假 我覺得真偽這件事 好 對不起 我有點難過 因為我沒有想到 會有人去懷疑這件事的真偽啦 既然有人懷疑呢 我就出面說明 然後資料 文件也都在這邊了 報案的部分呢 也謝謝一些網友 就是這是完全真實的事情 沒有任何一點造假的成分在 第二點是 有些網友呢會 就是為我打抱不平 針對這個吳叔叔 可能是共犯啊等等的 或者說這吳叔叔一定知情 我覺得因為後來 我有收到長輩的電話 就希望說 把這支影片拿下來 那我想真的有極大可能 這個吳叔叔也是受害者之一 那畢竟他也只是經辦者 因為我想這件事的罪魁禍首 還是這個集團的收腦嘛 然後再來是第三點 其實有非常多留言 就是說就一個自貪 或是活該啊 這就是貪心的下場啊 或者說這麼笨等等的 就是這種留言非常非常多 說不需要同情啊 自找的一個自貪 這種留言我本來就預計會收到 我也沒有要說 我不笨啊或我不貪 因為就像我那時候 在上一支影片最後講到 就是說我也想說 是不是自己太貪心了 然後或是太懶惰了 才會步入這樣的騙局裡面 我想要說明的是 我受害了 然後我因為擔心被這樣子 指責或批評 而不敢站出來做這個影片的話 那麼還有多少人會受害呢 就像我的私訊 也收到很多的人告訴我說 他也有親身的經驗 然後他身邊的親朋好友 都發生一樣的事情 只換湯不換藥而已 但是大家都不敢說出來 為什麼 不就是因為怕被說 笨或貪心嗎 那我覺得這樣會是一個 負面循環就是 大家都不敢說 因為愛面子 或者是怕被人指責 那這樣的話這個犯罪 一定會越來越猖狂嘛 所以說我還是決定 把這個影片做出來給大家看 就希望給大家一個警醒 第四個是看我其他影片的朋友 就有在問說 這樣的話還有錢買房子嗎 或是說你買房子是在前海後 你這樣還有錢付頭期款嗎 等等的 那這部分的話 風險管理我還是有做的啦 買房子也是在這件事之前 所以說買房子部分不用擔心 然後我的買房紀錄呢 還是會持續下去 最後針對就是有人會說 怎麼六百萬被騙了 中間還笑得出來 或是這個哭得很矯情啊 等等的這樣的留言呢 我也簡單做個說明 一開始這個影片 會想要拍完全是個意外 那天只是單純的 我在跟John做一個 投資理財的學習影片 後來他問我這件事 然後我告訴他說 我把一筆滿大的錢放在那邊 他就說這是最近 很多人被詐騙的事情 然後攝影師就建議我說 那好不然我們來 把這個記錄下來好了 那記錄的過程其實一開始 我是真的不相信的 因為我就覺得 我身邊的很多的長輩們 都在做這件事情 怎麼可能被騙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慢慢的慢慢的 就是我心情越來越不好 當下我也必須要做一些 情緒上的控制 畢竟都還有攝影師搭載 那我也不想造成大家困擾 只是說後來回到家 想要再錄一個小小的心情 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就忍不住哭了嘛 所以後來我就 沒有什麼心情 再跟大家用講的 把我想講的話打下來 然後請我剪輯師幫我處理這樣 最後就是 貪心或是蠢這類的標籤 我都虛心接手 但是就希望 如果你身邊也有其他人受害 或是真的有其他受害者的話 大家不要害怕說出來 因為說出來才會讓更多人 有警覺 這樣的犯罪結構 可以慢慢的消失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不用戴喔 不要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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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天呢我要去報案 把這個事件去警局做個筆錄之類的 他們說會有一個三連丹之類的東西 就是網友說是算拿回來機率很渺茫 還是去留個案底會比較好 萬一真的這個案子有任何進展的話 我有留案底還是有那麼一咪咪 為你耐米的可能可以把錢拿回來的 我們就前往派出所吧 到警局了 然後拿著我的所有文件進去 好啦 那我剛剛大概一個多小時 去做了筆錄 然後這就是我的報案證明單 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裡面它不准拍攝啦 所以我就只好等全部筆錄結束之後 我才會出來 雖然機會渺茫 但還是希望會有一點進度 大概是這樣子 剛剛呢我跟吳大哥就是有訊息 然後跟他說 待會兒大家都要給他 然後看看他怎麼回應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看看他怎麼說吧 哈囉 喂 吳大哥 我是想說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 我有拍那個影片嘛 主要就是想說 你跟我們不一樣 你是公司的人 那這樣的話 你這邊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做一個回應啊 或是澄清 其實我們真的被公司 真的害得很慘 一路上被他這樣講 然後演變到現在 真的也是死了未及 真的 我會把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 我大概陳述一下 好啊 好啊 沒問題 好好 謝謝你 不會啦 應該的 其實這件事情 以現在國際金融環境來講 我們當初就是 平台一直跟我們講說洗錢嘛 所以說從去年年底 平台就告訴我們說 因為金錢 所以說很多出金的狀況會緩慢 我們也認為說 這種金融環境 出金緩慢很正常嘛 而且平台經過 2008、09雷曼事件的一些風暴 也都沒有自然渾然度過啊 所以說我們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相信那個平台 就我來講 我自己當初也是因為 投資者才變成說 來分享這個賬品 給我所有的金融好友 所以你一開始也是被 公司的人找來做投資這樣子 並不是你本來就在公司裡面 我本來也是說投資者 因為周遭的一些好朋友 也都是投資者嘛 因為這個平台二三十年了 也很穩定嘛 那這個平台 我也有去查過 我也有去看過 那平台它是有拍照 這個是我們一般投資者 要投資商品的一個基本概念 就是說你投資的這個平台 一定要有拍照嘛 這個是一定的嘛 那有拍照 就有收到當地的監管單位有監管嘛 那這個也是在保護我們投資人嘛 國內做資也有很多上市會公司 也都持有這個平台的商品嘛 對 更何況 有些公司他們還派他們的會計師 當地查核喔 然後查核回來也都說 沒有自投一切都OK 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認為說這個很穩定 在海外都是合法的一個商品 我們也才說可以很放心的 分享給親朋好友嘛對不對 我們也就幾乎真的把自己的 成家財產幾乎都投入了 你跟這個平台接觸的管道是什麼 是E-mail嗎 還是說會有一個像主管一樣的人 來跟你們補答 平台等於是他們有什麼商品 覺得不錯 他們就會跟我們做一些視訊的 透明說這個商品的特略是什麼 那風險在哪裡 那像這個我都會自己吸收嘛 那覺得說還OK 我們才會分享這些特略 所以其實實際上這些 就是透過視訊吧 金融商品分享給你們的這個人 你有看過他本人嗎 他們就是這個平台的操盤人 就是他跟我們說的 說這個商品是怎樣怎樣 是他們跟我們說的 當時有想過說這個平台 其實是一個 就是那種吸睛的平台 最後就是把大家本金 拿走之後就不見嗎 你有想過這樣嗎 我就是如同我剛剛講的 我知道他是在國外 都是算合法的公司 那他是有拍照的 他也有受到當地的 安危的監管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其實事情爆發到這個程度 然後APP其實也一直進不去 我都覺得 那個比較像拖延 就是他會給一個說法 去拖延這投資者 不要抓狂 然後慢慢就會不見了 說實在我們能夠接到的訊息 他就是跟我們講說 因為他平台 現在結束調查嘛 所以說他等於是 現在不能夠有動作 等他調查完畢 但狀況怎麼樣 恢復拍照之後 他就可以繼續再動作 平台給我們的訊息是這樣 其實到現在 你還是可以看到 這公司的人跟你們視訊 現在還是聯絡到他們嗎 現在平台等於是 沒有在動作嘛 暫停動作嘛 現在目前這些動作也沒有啦 那你不會想說 就找到這些人 跟他們要是最快的嗎 因為他們感覺是 最知道發生什麼事的啊 我說我們也是受害者 就是其實我沒找不到 其實講坦白的 我們也只是說 比你們能夠得到資訊 更快一點的投資人 有時候講一講 我們被一些媒體講成說 我們好像是詐騙分子 還是怎麼樣 我們真的也在啞巴之王 你沒辦法 對啊 其實我們這邊也已經 有聯合一些投資人 我們已經提告了 我們已經在打扣 我反之了 這個動作是一方面 逼迫平台你趕快 因為我們一直推他 他說他會出 可能就在拖 一方面也是要透過這個關制 來保護投資人的財權嘛 等於是雙管齊下再進行啦 其實說實在 我們也是投資者 我們真的也很想要知道真相 有一些投資比較多的人 還願意自動先出錢 因為你也知道 保護官司的平衡是非常高的 他們願意自動先出錢 已經提高了 我覺得最有可能就是 這個整個集團 最後就整個消失 你也找不到他們在哪裡 這不是才是最需要擔心的嗎 因為他們不見之後 就真的是無從查起了 他們就是有牌照 有監管 他們不會憑控消失 然後說實在 現在當地的監管單位就是 要他們自己講清楚 你們到底不知道什麼狀況 你們要跟投資人講清楚 當地是哪裡啊 那個國家 塞浦勒斯啊 塞浦勒斯 好 這樣我了解了 好啦 這就是 這個吳大哥給我的說法 然後其實大概就跟我想差不多 因為他訊息裡面也是說 他自己也是身家都賠進去了 然後壓力很大 那跟我想差不多就是 其實不會有一個什麼答案 因為就連他自己 都不知道這個錢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剛剛說一句話就是 我也想知道真相是什麼 那我也只能暫且地 相信這個說法嘛 好 我覺得剛剛 他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他講說親朋好友 然後大家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等等 我覺得我做最錯最錯的事情 除了我沒有去查清楚 還有一個是 認清壓力是滿重的 但這個我也學到教訓了 好啦 就這是吳大哥的回應 然後就大概就這樣吧 我們就看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拜拜 我們就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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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